日本最新通报2000多例 大部分民众防疫疲乏 周末外出的人潮大增 眼看疫情尚未好转 政府也决定将紧急事态宣言 延长到20号 南韩过去24小时 新增485例 政府将在7号起 扩大开放60到64岁的族群 接种首剂的AZ疫苗 目前已有78.8%的目标 族群完成预约 印度单日新增10万多例 整体疫情跟5月相比 呈现下探走势 据传因为疫情有趋缓现象 部分地区即将准备解封 马来西亚最新通报6241例 当地疫苗施达进度加速中 而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也有意在6月底 将疫苗捐赠给大马 越南最新通报206人展疫 国内疫情不乐观 同时陷入疫苗短缺状况 卫生部长表示 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 自行透过卫生部许可的进口商 进口疫苗 印尼曲线走生后越沙探 过去一天新增5832例 中国外长王毅和印尼总统特使 卢胡特在中国印尼高级别 对话合作机制会议谈到 双方将展开疫苗合作 协助印尼建设疫苗生产中心 美国曲线大幅下行 最新通报6408例 当地疫情趋缓 疫苗接种率也领先多国 世界各地不少有钱人 想圆另类的美国梦 纷纷抢搭飞机到美国接种疫苗 法国虽然曲线有波动 不过从5月初开始下探 过去24小时新增5070例 当局计划从9号开始开放来自欧盟 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 英国曲线从5月初开始 新增确诊数回升 最新通报来到5341例 卫生大臣韩考克表示 Delta变种病毒比造成 英国上一波疫情的Alpha变种病毒 比起来传染率高出四成 德国单日新增1845例 疫情明显有趋缓迹象 为了保持低确诊率 当局也宣布从7号起 每一位民众都可以接种疫苗 西班牙政府周末暂停 更新单日确诊数据 5号通报4975人染疫 全国累计超过369万人确诊 超过8万人病故 询集实在发展 文字幕订阅